大家好 台北新艺术博览会自2011年举办迄今 秉持着以艺术家为核心的理念 持续提供艺术家登上国际舞台 与国际交流的机会 例如现在为您介绍的国际艺术家沙龙大展区 就是大会从知名及历届国际艺术家大奖赛优秀艺术家中 邀请极具潜力与特色的艺术家参展 让我们来看看2023年台北新艺术博览会的国际沙龙区 有哪些令人惊艳的作品吧 首先介绍这位艺术家 是永多 2022年国际艺术家大奖赛大会主席特别奖的Money Merzat 他相信无限宇宙或多重宇宙的存在 用作品表达所有宇宙是平行的 但同时所有宇宙又组成了一个宇宙 这个世界与今年的艺术会主题不谋而合 接着是荣获2020年国际艺术家大奖赛大会主席奖的田红一 他的作品用笔细腻 让观者对艺术家的坚持不由地伸出敬佩之心 同样也是因为永夺2019国际艺术家大奖赛的首奖 而在国际艺术家沙龙展露头角的台湾艺术家王伟全 他的漂流木雕塑作品 传承并记录了本土文化 与自然捕捉里关心大地 看见美好 我试图透过个人的感知冷静来表现世界 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现实 Victoria Rue的尝试通过颜色 亮度和质地来表现无法言说的本质 让观者自然而然成为作品的一部分 今年Victoria配合平行世界的主题 在创作风格上做了改变 他的大嘴鸟与穿山甲让人耳目一新 疫情解封 艺术家也会来台 欢迎来到他的展位 与他差二轻松聊一下 来自印度的Chandra Morkanda 以宗教视为神圣的苦练术 荣术 菩提术为绘画主题 象征赐与丰盛福祉及繁荣 当藏家发现他的生命之术 可以带来财富 口耳相传之下 去年的作品全部受庆 今年艺术家带来象征智慧的作品 欢迎一起观赏长智慧 国际艺术家沙龙大展区 还有很多精彩的艺术作品 欢迎5月5日到8日台北市贸易馆 细细品味2023台北新艺术博览会